哈喽大家好,今天继续我们的婚姻流程 上一集我们攻略了DLC,这一集我们将完成接下来的所有流程 首先我们来到恶魔遗迹,从恶魔遗迹这边一路跑酷 由于之前我们已经白跑过持续困难生物了 所以这一期开始我们就直奔恶魔遗迹的后半,完成几个Boss的击杀 这一路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各位根据我的路线一路跑酷就可以 路上的那些恶魔其实完全都不用管 我们只要上好隐身,一路跑到Boss门口就完事了 感谢观看 来到Boss门口之后呢,其实这边的牛头恶魔啊 包括这个喷火的小恶魔啊,你想打就打,不想打也没关系 好,我们在门口派好内浅,然后进门挂好球 锁定Boss来一发灵魂结晶枪,然后举盾朝他的脸上跑 这种大屁股恶魔怪,打法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啊 我们只要贴脸就可以规避他很多大黑大合的招式 再加上我们目前的攻击力超高,几发结晶枪就完全可以把他秒掉 轻松解决之后,他的尸体这里可以捡一个恶魔杖,各位不要忘记 接下来呢,我们一路往上跑,去打通回到白蜘蛛房间的捷径 这一路上的喷火小恶魔,我们用强力灵魂剑随便倾一倾就可以了 话说这种喷火的恶魔史相,直到三代都还留存呢 我们可以在恶魔遗迹看到他们的身影 能活这么多年也是不容易啊 在上这个电梯的路程中呢,我们捏一些人性,把人性捏到30 然后来到白蜘蛛这里,切换到白蜘蛛的誓约 把这30个人性交给他 这样呢,就可以打通前往伊扎里斯废墟的一条捷径 我们开这条捷径呢,其实也不是完全为了走他 而是为了完成锁歌的剧情 接下来我们下电梯,从这边直接跳下去 一路前行之后,可以来到这条狭长的泳道 我们从这个树干上往下走 可以看到前面的路上呢,有很多太阳虫啊 我们一发一发的把它们干掉 来到这边的门前呢,因为刚才我们交了人性啊,就可以直接打开这道门 我们把前面的几只太阳虫打死 其中有一只解决跳之后呢,会掉落一个叫太阳虫的头盔 我们戴上以后会获得类似光明昭耀的效果 与此同时,击杀了这只太阳虫之后,我们就可以推进锁歌的剧情啊 之后锁歌来到这边,它就不会发疯 好,我们再次回到刚才的这个旋转楼梯这里 这次呢,我们一路往下走,去解决一下百足恶魔 来到这边的篝火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继续升级 升级的思路呢,还是跟上级一样 你可以选择升智力或者升血量 当然,如果你想让飞沫的伤害更高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升一点力量 此外呢,在这个篝火,各位要记得变人 因为下去之后,我们将再次召唤锁歌 让他来帮我们打前面的百足恶魔 从而还可以白漂他的太阳徽章 好,我们在这里召唤锁歌 等到他出来之后呢,我们再进五门 在门口,我们依旧还是上好内在潜力 好,等锁歌过来,哎,你快一点 进门之后,还是照例挂球 然后我们一路往左跑 往左跑呢,一是让我们可以更接近boss 从而可以更舒服地标他 二是因为呢,一会我们的阵路也在左边 这样的话,我们打死boss之后就可以立马开溜 好,我们来到这边,锁定boss 来一发接近枪 boss对我们的攻击呢,我们取盾防御就可以 好,我们喝一口血,防止他的下一招 然后再补一发,这样呢,就轻松地解决掉百足恶魔了 解决掉百足恶魔之后 会掉落一个橘色胶黑戒指 我们把它换上,有了这个戒指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岩浆里走路不会掉太多的血 接着往前走呢,我们可以看见锁歌坐在篝火边上 怀疑人生啊,我们跟他对对话 然后就可以继续推进他的剧情 接下来的这片区域呢,是我认为 魂一的地图中设计的非常不好的一块啊 大面积的堆冠,全是斧龙,有明显的赶攻痕迹 当然没有关系,我们直接跑酷过去就可以了 这些斧龙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攻击力超级高,范围很大 我们最好呢,上了隐身以后 尽量远离他们的脚边 一旦被踩呢,就连续不断地翻滚 直到跑到岩浆中间的这个建筑 好,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里面有一个宝箱 打开以后可以获得一个伟大英雄的灵魂 接着我们继续走 在这边呢,补一个隐身 我们站在这个上面,浮龙是踩不到我们的 大家不要害怕 跑到下一个建筑,这边有一个隐藏门 滚开之后呢,可以打开这里的篝火 简单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前进 接下来的跑也没有太多的难点 跟着我的路线一路前进就行了 来到这个上面,可以看到一个滚筒洗衣机 我们赏他一发离婚枪 好,直接秒掉 走到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敌对的NPC 我们先上一个隐身 上前锁定他,来一发离婚枪 哎,居然一下没有把它秒掉啊 没有关系,我们再来一发 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是人形态的话呢 还会被真词骑士扣客入侵 大家要千万小心 解决掉之后呢,我们把主手换上弓 然后装配好火焰壶或者黑火焰壶 并且呢,在这个雾门前,我们退游戏存档 因为通过火焰壶来击杀混沌温常的方法 每个周末呢,我们也只能使用一次 我们看一下面前的这个地砖 我们站在大概第四块地砖的位置上 然后打开弓箭瞄准,瞄准好大概这个位置 OK,然后丢出火焰壶 丢出去以后,我们就转向右边 接着瞄准 右边大概也是瞄准这个位置 丢出去第二发,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往前走了 这一段呢,我们一路翻滚,滚开前面的树枝啊 这个地方大家最好还是要装备一个近战武器 好,来到本体这里,随便打一下 就可以轻松解决 大家要注意啊,丢完两个火焰壶以后 过来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快 因为这个过程中,boss是会全凭放这种火焰风暴的啊 不过呢,以我们现在的血量吃一发也没有关系 这样呢,就轻松解决掉了混沌蚊床 然后回到我们之前击杀太阳虫的这个地方 会发现索格在这里继续怀疑人生 如果之前我们没有击杀太阳虫的话 来到这里的话,索格会疯掉 并且和我们敌对 击杀掉发疯的索格之后 可以获得他的一身装备啊 当然,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要是想拿他的一身装备的话呢 你懂的 好了,在这里跟他对话到重复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前进 索格的剧情到这里基本上也就完结了 如果在这里他没有发疯的话 最后我们在苟温面前 可以召唤索格帮助我们一同作战 这也说明了他最后虽然怀疑人生 但还是振作了起来 和我们一样走上了传火的道路 好,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一直走 走到这个最前面呢 就会踩碎地板掉入下层 可以看到洋葱在这里发呆 我们先在这里解决掉下面的这些滚通洗衣机 可以看到 从上面看的话 滚通洗衣机的这个嘴还是非常销魂的 并且呢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他为什么叫滚通洗衣机啊 如果不知道的同学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对准他的嘴 跳下去试一试 你就知道什么是滚通洗衣机了 好,我们来到洋葱的面前 和他对话到重复 这里想要推进他的剧情呢 其实也就是帮助他 把下面的四个滚通洗衣机打死 并且呢 要保证洋葱的存活 我们事先解决掉三个 然后跟他对话完之后 跳下去把第四个解决掉 OK,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继续跟他对话到重复 就可以继续推进他的剧情 回到传火机资场 会发现他的女儿在这里 我们跟他女儿对话到重复 最后呢 就可以在灰烬湖 迎来洋葱哥的结局 接下来 我们来到之前拾取石头状的地方 跟这边的大白猫对话 前顶他的这个森林守护者誓约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穿越黑森林庭院 来到西夫的场地 迎来西夫的结局 由于之前我们先攻略了DLC 在DLC的地牢里拯救了西夫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段 特殊的过程动画 往前走之前 我们还是拍好内浅挂好球 这里呢 为了打得快一点 我使用了结晶西杖 怎么回路 走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闻了闻之后西夫认出了我们 但是为了保护主人的灵木 他还是不得不与我们为敌 虽然很不情愿 但是西夫是一个必打的boss 我们为了完成流程 还是必须要在这里击杀他 结晶西藏这个武器 会让我们的法术使用次数减半 但是威力增加 之所以之前一直没有用 是因为目前我们手上的强力法术 他们的次数太少了 而结晶西藏的法术增幅 也并没有达到100%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使用结晶西藏 打两发灵魂结晶枪的伤害 是不如使用罗根杖 打四发灵魂结晶枪的伤害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使用罗根杖就可以 等我们到高中木 拥有了更多的法术 不必纠结法术的使用次数之后 再使用结晶西藏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解决掉西夫 拿到挨大的戒指和黄蜂戒指之后 我们来到小龙德 来小龙德之前 我们至少保证 身上有一个暂时诅咒 接下来我们吃掉这个暂时诅咒 一路清理女鬼去找因果德 拿到封印钥匙 这一路以我们目前的攻击和防御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小龙德在高中木 真的是退图噩梦 这些女鬼又多攻击又高 即使是穿着防御率较高的衣服 依然是非常危险 感谢观看 来到塔顶和因果德对换 拿到封印钥匙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 给小龙德放水了 我们打开这个门 推动机关 然后回到这边的这个雾门上方 直接跳下去 就可以进入小龙德四王的 boss战区域了 进来之后 我们要记得把这个哈维尔戒指 换成刚才拿到的这个A大戒指 不然跳进深圈之后 会直接死掉 我们差不多走到底的时候 可以拍个内前 然后直接跳下去 下去之后 挂一个球 等待四王出来 这个小龙德四王 众所周知 他只有两个或者三个 想要解决他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看到他之后 锁定 举盾一路往前跑 跑到贴脸的位置 连打两发捷进枪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打死了其中一只 但是在这个血条完全消失之前 我们继续攻击还是有用的 所以可以白嫖一发伤害 这里由于我们打得比较快 所以每两只出来之间的 间隔还是比较长的 我们稍微等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找一找 看到他出来以后 还是一样 我们靠近直接标他 这边还差最后一点血 我们等到最后一只出来 然后把它解决掉 这样我们就收集完了 所有的四个王魂 好 接下来我们解决一些 历史遗留boss 首先我们坐电梯 在这个中途跳下来 记得把哈维尔戒指换回来 不然的话 我们超重翻滚 滚到这里 到这里之后 我们首先从这边下去 拿一下不死院 二楼西色钥匙 然后重新滚一次 这一次从这边上来 到乌鸦这里缩成一团 第一次过来 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触发这个动画 大家耐心等待就好 回到北方不死院之后 我们依次清理掉 这些火把剑圣 和门里的一些小怪 免得一会跳下去 小怪解决掉之后 我们拍内浅挂球 然后往前走 这个地方地板就会塌陷下去 下来之后不要着急 我们先喝一口血 还是这种大屁股boss 我们走到他的面前 连续挤发灵魂现金箱 就可以把它带走 完全没有压力 解决掉之后 它会掉落一个 蝎星式圆盘 各位不要忘记拿 然后我们从这边上来 往前走 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的 那个牢房了 前面这黑骑士 我们一发剑筋枪带走 还掉一个黑骑士剑 好我们在这里 拿到诡异人 这是我们进入 绘画世界的道具 好我们继续往前 来到最开始 拿初始武器的那个通道 打死这只黑骑士 掉了个黑骑士盾 我靠 到这个地方突然变红了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流程都快结束了 往前来到 拿元素瓶的地方 这里我们提前挂一个球 会发现奥斯卡 已经火势化了 我们有球把它秒掉 可以拿到 它身上的这个图文盾 往上走呢 铁球机关还在啊 我们被滚了一下 没有关系 一路解决掉这些小关 最后呢 我们利用西色的钥匙 打开之前打不开的 那个铁门 就可以拿到生锈指环 有了生锈指环之后 我们在毒毯子啊 包括在这个 九头蛇的水里面 走的时候 就可以不被减速了 接下来为了打尾娘呢 我们要去拿一下 暗月祭司戒指 顺便还能签一下 他的誓约 地下墓地 还是这个地方滚下来 但这一次呢 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从这边一路往上 哎呀 这些小骷髅呢 我们其实完全不用管 他打我们呢 一点都不疼 我们顺着山路 一直走就可以 走进这个地方 在这里滚一下 打开这个隐藏区域 如果小骷髅 引到过多的话 我们就退游戏 清一下仇恨 拿到戒指之后 不用停留 直接返回篝火 接下来我们来到亚诺尔隆德 推一下旋转楼梯的机关 让他下去 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 就可以来到暗月灵庙篝火 在这个地方 装备上暗月祭司戒指 就可以打开这里的隐藏通路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跟伟娘签订识约 然后不管他 直接进入屋门 挑战伟娘 伟娘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他一共就三招啊 第一招呢 就是个灵魂枪 这招呢 我们直接翻滚躲避 哎 来了个两连发 第二招呢 就是这些浮游灵魂筷 我们站在这些柱子 后面稍微躲一下 第三招呢 就是他站起来开始射箭 射箭是我们靠近他 并且攻击他的一个好时机 我们蛇行走位 来到他面前 直接一发飞沫 哎 居然没有把他秒掉啊 我应该拍内浅的 如果拍内浅的话 他应该就死了 好 他又射箭 我们继续靠近 来到他的面前 想走 死吧 好了 这样就解决掉伟娘 我们来到这条路的尽头 可以拿到阳光之剑 黄铜防红尼一套 以及这个著名的空箱子 接下来我们回到 暗月灵庙篝火 顺着楼梯一路往上 来到这个大厅里 这个大厅里呢 全部都是绘画使者 我们不要管他 上了一个隐身 接着往前跑 一路往前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捡到一个东西 就是之前我们在房梁上 打开来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往前来到绘画边 互动一下 就进入了绘画世界 绘画世界的篝火呢 是一个单向的篝火 我们只能进不能出 接下来呢 就教大家 怎么快速的 从绘画世界跑步出去 我们从篝火出发 一路往上 首先从右边的梯子上来 路上的小怪都不用管 我们一路往上跑就可以 来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直接翻滚下去 落到了这个庭院中央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往右走 去打开回到篝火的捷径 并且可以利用前面的 这些斯巴达的捷径刷魂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我们往左走 进入雾门 然后顺着这个楼梯 一路往上 走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进去啊 往前走 可以看到前面桥上 趴着一个斧龙 哎 什么东西掉下去了 这个位置呢 大家下去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要直接走下去 不要慢慢往下蹭 往下蹭的话呢 会直接掉下去的 直接一个翻滚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桥的下层 接下来呢 挂上隐身 我们一路朝着前面的雾门进发 就可以离开绘画世界了 路上的小怪呢 也没有什么打的必要 进了雾门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见半龙妹 我们可以跟她对话一下 接着往前走呢 就可以离开画中世界 当然呢 还是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怎么去击杀这个半龙妹啊 首先呢 我们到她屁股后面 拍好内浅 挂好球 然后对着她的尾巴 一发捷径枪 进了战斗之后呢 半龙妹会隐身啊 被她打的呢 也不要慌张 我们来到雪地上的区域 仔细地看地上的脚印 根据脚印 就可以拍到她的位置 直接一发飞沫带走 然后我们往前走 就可以脱离 绘画世界的区域了 好了 最后我们回到王弃这里 选择把所有王的灵魂 放进王弃中 就打开了 前往初始火炉的道路 这一路上呢 有很多黑骑士 这些黑骑士呢 都是可以刷新的 大家可以在这里 刷一刷黑骑士的武器啊 盾啊 以及他们会掉落的 一些各色先行石 并且还可以拾取到 黑骑士的一身装备啊 这一路上呢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看一看就好 来之前呢 还是记得变人啊 如果我们之前完成了锁割的支线 当锁割存活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所说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召唤她 和我们一同作战 清理到最后两个黑骑士之后呢 我们在门口拍一下内前 去打一下葛文老爷子 进门还是挂好球 等到他过来 我们先标一发 还会读指令啊 哎呦被他打了一下 没有关系 哎这个时候锁割也过来了 我们把血回满 随便两下就可以把他标死啊 接下来呢 再演示一下弹反的担任打法 进门以后 还是照例挂球 看到葛文跳皮过来的时候 直接弹反 飞沫 挨一下没有打死 再补一发 OK这样的话 最终Boss葛文 也倒在了我们的身下 需要注意的是 魂一这个游戏里 如果我们击杀了葛文的话 是强制进入二周目的 所以呢 各位来之前 最好把之前没有做的事情 全部做完 如果不想进入二周目的话呢 也要在葛文面前存档 以免打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直接回到北方不死院了 好了 到这里呢 魂一的流程也是完美落幕了 其实啊 从最开始做这个攻略的时候 我也知道 这肯定也是一个 吃力不太讨好的事情 但是犹豫再三呢 我还是决定坚持 把这个系列做完 也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观看和支持 把这个系列做完呢 也算是我自己 对魂一这个游戏 给自己的一个完美的交代 好了 这就是这个系列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个游戏再见吧